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L型的廚房的畫法 這是我們的L型的廚房 這樣子我們回到紙上來這邊 我們大概抓大概 3公分左右的一個間距 我們抓個3公分過來 我們等一下還要做標示 這邊的話我們在廚房裡面 我們直接畫 我們必要的一個走到這個部分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L型的廚房我們這邊也許 我們抓到330 為什麼是330 等一下跟同學解釋 好那這邊的話我沒90 90 90 180 270 剩下這邊會是60 好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地方給留下來 同樣道理我這邊這邊也是留330 好從下面這個地方我們抓90 60 180 270 270在這裡 然後覺得好像怪怪的 這個是沒有的 OK 所以這個這幾條線我們把它這線引出來 這邊60這邊拉過來 到這裡基本上這邊就是我的 這個流利台的寬度 那這個下來 背牆 好那這個地方下來 我流利台的寬度 所以我這邊實際上我的流利台 是像這樣一個L型的 好那下緣的部分我畫重一點 這邊我的實線 好那這個為什麼這邊留90 因為90這邊對應過來 就是我後陽台門的必要寬度 那同樣道理這邊的這段90 就是我的 那個陽台門的 就是我的廚房門的寬度 所以我這邊拉過來 那這邊 90的走道 所以我的變成是這樣子 我門是這樣子進來的 好這邊後陽台門可能是這樣子打開的 好所以我的動線變成是在L線 我這裡面就不畫 這不再畫櫃子了 我只讓人知道就是說 所以我把這個實體的 牆線的部分把它給畫上 我們這個背後 這邊是我們的牆線 那這裡有一道牆 好那這裡有一道牆 好那這裡也有牆斷 這裡才是開門 好這裡才是開門 那這裡就是牆斷 好那這裡也是牆斷 等於是我的櫃子背後都是接到 我的流理台背後都是接到牆斷了 好這邊門我就預留下來 這邊都要實際上就是我們的 出現錫線 我們的門框的位置出現錫線 好同學知道這個地方有門篇就可以了 好那再來的話我想要怎麼去做 這邊的90你還是得要把它留下來 冰箱別忘了 冰箱別忘了 那這邊的櫃子 OK 好那冰箱的畫法就跟剛剛一樣就不要想太多 兩條線垂直的畫出來 離後面有點距離 背後一條線起來 前面的第一條 門片 兩條 好那你這邊 打一個把手 REF OK 好那再來流理台的部分 這一段是90嘛 其實你是大概目測就很簡單 你這樣子靠 這個地方大概是 一大概是零點四左右 所以我這邊到 這個 這個地方 從 對不起 到這裡就是什麼 從這個點到這裡 好大概是退一點 這邊就是80 所以你就直接畫一條線 同樣的道理 這邊再畫一條線 超出一點點都無所謂 那我這邊把順手把它給扣上 這個就是流理台 好冰洗切煮這件事情 好冰洗切煮 冰箱之後洗 那個洗碗 那這個地方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打個R角都無所謂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一個小圓 把它去打個R角也無所謂 那這邊我就不畫了 好那 這邊 我的做法大概都是這樣子 比如說 你把這個100靠在這個地方 這樣總長是100 好那我扣掉一點點 扣掉一點點 好把它給連起來 好大概就是這個範圍 那 好那小小的圓 好那小小的圓 OK 好那這門片這些呢 那剩下的地瓶 廚房裡面還有什麼地瓶 其實 廚房大概都是應該都是拋光石英鑽 或者是那種地板鑽過去 那我們就就可以把它給 畫起來 假設我這邊 這一樣是90嘛 三等分 三等分 好再過來這邊又是90 所以又三等分 好這邊60嘛 兩等分 所以我們就 清線 清線這邊要有門 然後門那個回旋線 那個開門線這個地方 要讓開要記得 好這邊因為沒有話 我就直接把它連過去了 考試的時候要注意這種貼 這邊你們看嗎 這邊貼紙會一直影響到尺 沒關係 好接著這邊偷懶有沒有 你這邊把它斷開 這邊是60嘛 這邊又是90 你又是三等分了 一段兩段 好OK 很像 好這個地方 因為我利用門片是90這件事情 我就直接這樣劃過來 OK 那這個地方又有一條線嘛 所以30 30 你就打大概都是抓正方形就可以了 好 超出去超出去都不要太不要太care OK 好這就是我們的 一個廚房L型的一個廚房的畫法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的陽台 那我們先講一下陽台 到底有哪些東西 好這邊的話我先把它給斷開一下 我利用下面一點空間 來去畫一下陽台 L型的尺寸 對 剛剛忘了標給同學來 對 好 好 好 90 90是指這邊的一個寬度 那這邊又是90 那這邊是60所以這邊是330 這邊一定要留這樣的話很簡單 因為我這邊必須要有一定的走道 那這邊一定要有一定的走道 那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子 你說我留個80行不行 當然是可以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盡可能 因為會做出這種L型的儲物 表示你在配置上面一定有哪些地方 可能是不得已的一個需求 好 如非必要 否則我一般是不會刻意去畫出一個L型的一個空間出來 因為其實你會發覺這樣其實很不好用 那有時候可能覺得這邊好像有點空 你說這邊再去畫一個 小小櫃子行不行 你說我這邊再去做一個吊櫃 所以有一點不合理 但是你真的要去畫 其實這是可以考慮的 可是通常你會畫到這樣子的時候 可能你的時間上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櫃子你自己斟酌 那如果這次只是有時候要去補圖面好看的一個做法 或者是你要畫盆栽 沒有可能廚房也是可以畫盆栽 這個都OK的 好那L型的尺度這邊同學 你要注意到的其實就是 第一個我這邊抓最小的寬度 60-90的一個寬度 這邊我也是抓一個最小寬度 60-90的寬度 所以兩個150打在一起的時候 好實際上就會有這樣子一個影響 OK 好來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後面的 陽台的上面有些什麼樣的設備